Bi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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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车经过 基本上就等于大街而过 看他们很大路车通过 很大程度的保留了一些中文 1955年的那个程序 他说他是越南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奢侈时尚中心 这里也有这个观光巴士 这里有一个开在商铺里的精致法棍 里面这个料还是可以选的 最贵的要5万 不过买了的话 只能在门口坐着吃 包完之后现烤一下 放在炒浆里 这里还有一个精致的米粉店 就这法棍来这里吃个米粉 这里还有一家李宁专卖店 旁边是阿迪 我们现在到了河内的这个三十六行街 就是现在河内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吧 就是这边的游客挺多的 就他为什么叫三十六行街呢 因为这里以前是河内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商贸区 商贸街 就他等于是一个行道呢 就在一条街上面 就是他的这个商品是比较集中类型的 然后不同的行道不同的行业 然后是聚集在不同的街区 然后就形成了所谓的三十六行街 他这条街都是卖的这些济世用品 哦 莲花针 他们现在济世的这些东西还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了一些的中文 但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中文跟这个越南的拼音文字的结合了 我感觉他们的这个祭祀文化比中国的祭祀文化还要浮夸一点 这他们在修一个庙吧 上面也都在写一些中文 什么庙 应该是祠堂吧 啊 祠堂 河 河伟亭 这条街是装修一条街 都是卖这种装修用品 土料啊 建材之类 主要以涂料为主 那咱们要放完36条外面 他也没有36条吧 或者应该或者不止36条 36条是一个虚数 他肯定不是刚刚好36条 这边是卖这些不锈钢制品 这里还有现场制作的 No thank you 哈哈哈 所以这边祭的商铺也是说法 都是一边卖一边加工 这边是卖一种锁锯五金的 这边是卖各种竹子制品 竹子的梯子 竹子的拐杖 还有竹子的水烟 竹子的哨子 看河内有好多这种飘着扁带或者推着自行车 卖水果鲜花或者是其他小吃的 这样的场景在胡志明就比较少 这边是卖食品的一条街 这里有一个月东会馆 这是民国九年重建 然后里面现在有一个摄影展 Foot to Hanoi 关于河内的一些摄影展 进去看一下 这是加龙二年的 所以这个会馆是在1803年第一次修建 后来在民国是既有重建的 它这个上面的四周也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中式浮雕 这估计当年也都是从中国请的工匠过来雕的 后面这是一个小天井 岳山东正 后面还有一个屋子 但是现在关着不让进 门口摆了一匹马 里面可能是观光庙 威震华夏 这都是一些关于河内的摄影展 都是在河内拍的一些比较精美的照片 这里还展示了一些以前的河内的老照片 但它没有显示年代 估计也得是180年前 这个是以前他们挑着扁担在街头卖河粉的照片 这些有照片 1930 30年也快100年了 90年 这是1955年河内的场景 这是过农历新年的一个感激的场景 在东圈市场 这个市场现在还在 河内是摩托车大军 河内是摩托车王国 河内是摩托车王国的首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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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好。 因为 不安全吧 所以 他们已经把这个关闭了 啊 要跟着它什么想象里 嗯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河内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观光景点 叫做火车街 就是它这个旁边这是一个火车轨道 然后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店铺 就可以坐在这个店铺这里 然后吃饭喝酒 然后等待火车的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以前是随便可以进出 但是现在就是政府出于安全的考虑 它已经把两边的这个过道都给封闭了 有专人在那看着 如果是外国游客的话 它就不让你进来 所以我们就得跟着这个当地的餐馆的工作人员 从那个小路绕进来 它才能够进来 然后进来之后就可以在这个铁道两边来回走动了 然后出去是没人管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坐在这里吃个饭 看能不能等到火车通过 但是我觉得应该希望比较渺茫 因为我之前看这个越南的火车时刻表的话 它应该一天只有六趟还是七趟这么个火车 然后来回的话应该也就是十二趟 然后还经常晚点 也不知道几点会有火车经过 大家所以大家都是从这个通道进来 然后进来之后就被那些餐馆的工作人员领着去往各家的餐馆 有两个游客闯进来了 然后现在这边警卫要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他们必须得让餐馆的人带进来消费才可以进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吃完饭了 准备沿着这条火车间往里边走走逛逛一逛 然后这边的餐厅 可能是我们来越南之后吃的最难吃的一顿饭 就是战格道也比外面的要高一些 这两边全部都是这种咖啡店小餐厅之类的 应该就相当于是一条酒吧街了 但是现在这个酒吧街只有消费才可以进入 其实这条街真的还是挺独特挺有特色的 而且他晚上这些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也非常的漂亮 不过呢 他确实是比较危险 因为他这个两边的店铺距离这个轨道非常近 尤其是如果人多的话火车经过 基本上就等于是擦肩而过 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事故 所以我觉得将来这条街一定会被完全的取敌的 现在只是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现在只是政府禁止游客随便进入 他没有关闭这些的店铺 政府决定把这些店铺都关了的话 这条街就完全的取敌了 这边这个口也有人看着 谁要外国游客都不能随意进入 想进入就得消费 这边的首位跟游客很爆发击烈的冲突 确实游客应该很诧异 为什么里面这么多游客都要坐着 他们就让你进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禁令 就是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 就催生了一个专门在外面 带这些游客进入到里边的餐厅 就餐的一个中介行业 对 就是你就不能走他那个门进来 就一定要 要有人带你进来 带你你也不能从他那个门进来 你得必须是从旁边的那个小路绕进来 那个小路是你必须消费才能进来 不消费不让你进 然后我们里头这些在里头的人 他就好像看不见我们似的 对啊 这个就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了 他们只管他们守的那个口 是坚决不让游客进的 二楼也都有一些餐位 还挂着这种漂亮的灯笼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河内环剑湖 这是河内市中心非常出名的一个小湖 就是我身后这个 这个湖呢 据说当年是有一个皇帝把自己的配件 不小心掉到了湖里 然后就湖里边有一个乌龟给他叼上来 还给了他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湖的名字叫做环剑湖 沿着这个湖走走 往上到这个湖边来散步 乘凉的人还挺多的 看他门口的这个门楼上面全都是写的中文 因为这也是一个古迹了 就是灵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 寻缘防鼓 此中无限风光 他这个对联倒是通俗易懂 只养山 这里还搞了一个假山 这是泰山石感当泰山石 然后上面是写青天 一个塔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山神庙 非常的中式 这边还有一个龙门虎堡 那边有一个龙的浮雕 这里是一个虎的浮雕 这是一头下山白虎 这还有点意思 然后背面还有一个鹤跟一个鱼的浮雕 变台 里边是一个古庙 现在还有和尚在里面 但现在不让游客进去 白天让我们让进 这里又看到一个这个鼓楼 上面写的是报天堂 然后这里是报恩池 然后这边写的是报德门 然后那边还有报义报福 报义门 报义门 这边是报福门 这里是河内人民委员会 应该就他们的市政府水在地 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广场 然后他说它是越南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奢侈时尚中心 这边卖的都是奢侈品 Cucci 然后这边是什么不认识 不认识 然后那有个劳力士 这个我认识 卖格子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